今天的天气和昨天一样 也是有点阴天 昨天淘腿和皮修放的地方比较好 在酒店的楼梯旁边 我们俩就在服务区这儿 唯一的一家酒店住的 现在又快要到中午了 今天早上我们俩是没有听到闹钟 不知道是忘定闹钟了 还是闹钟没有响 反正起来就已经快十一点 现在得去前面吃个早饭 我赶紧的往前起 要不然都怕到不了宁墙的 前面就是圆敦镇了 昨天晚上我们俩就从这条路传过来的 天太黑了 都没有发现两边都是中菜的 去前面找家饭店吃个早餐 这个小村子真好 坐落在山的脚下 找了好久 终于找到一家能吃饭的地儿了 但是他们家只能做面 那就从这吃一口 总比饿了肚子强 吃饭呢还做了一个雅间 主要是他这有个炉子 这特别暖和 后边还有一个82年的 古老的电视 我点了一个汤面 他点了一个炒面 为什么我感觉 炒面比汤面还要多呢 你啥意思啊 吃完饭了又12点多了 估计我俩今天还得骑一点夜路 多好啊这个小村子 一山傍水 这条河本来挺清澈的 但是上面这一群小鸭子在那游来游去的 又变浑浊了 这么看这种村子也挺好的 后边是山前面是田的 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我等你呢吗这不等你呢吗 你们走两公里都没回头看我一下 在那走总共没有两公里 怎么样这条路我给你找的 咋样 咋不咋样多好一山傍水 不比你走空框框的大马路强度了 完全骑不动 你走那个108你也骑不动 尤其是昨天隔了一天就更骑不动 这条路一直围绕着旁边的这条高速走 只不过高速是直直的 这条路呢七拐八拐的 反正最后还是跟这条高速并排着走 前面这块山上啊 他们都给开很成地了 上面种的好像是菜 过了第一个山头之后啊 这个路就变成这种坝路了 不是那种水泥的路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矿山呢 反正挺好的哈 这个颜色真的 有黄的有青的 这是新做的大坊 不知道这里边会种什么 这边这个是鱼塘吗 钓两条鱼 钓两条鱼 钓两条鱼我也不能吃 你啥都不能吃 这个山都被绑成这样了 应该是矿山了 它来了 它来了 它晃晃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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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岛 charged悠悠悠嘴 right on the herself to pessoa 走的就走来了 你怎么岔的啊 我说你小腿尽岛上呢 你屁股快人了 这下坡度怎么大的 还有呢 这是骑了两步上坡吸不动了 我的车中了 轮到咋换行吗 不关 终于下坡了 你到现在为止最高时速到过多少 45 我刚也是45 好过瘾我感觉 我刚觉得超速了 我得点啥 你看这边的松鼠 直直的就跟悬崖峭壁似的 下了这个坡呢 我们就到胡家坝山了 但是现在有点下雨了 小毛毛雨 不知道能不能下大 到底再看吧 这个镇子比圆敦镇要好 最起码有住宿的 圆敦镇那儿没有啊 给你买水 你都操操一路了 好想还不错呀 有热夜 这里边都是热的 这回高兴没 没有 喝到甜准吃了 高兴不 没有 我俩还得往前走 到前面再吃饭吧 现在不怎么饿呢 现在距宁墙还有40多公里了 我们俩刚才是从那个山头下来的 现在呢还得往这边 这个山上去 这边都是他们种植的大棚啊 不知道这大棚里种的是什么 前面山上呢 有凸出来那一块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图案 财神 下边这个小村子真好 前面地种的 黄黄绿绿的 真漂亮 我发现这个山路真的不能起太猛 刚才我那个刹车有点问题 我下车检查一下刹车 他就在前面一直走 没等我 然后这修理好了吧 我就先向前面追上他 就一直追一直追 追了得有七八里路 有可能是我蹬得过猛了 然后追上他的时候 就是停下那一刻 身上就开始吐吐了 就两个胳膊就开始发麻 就眼睛就是有点模糊那种感觉 有可能是我用力过猛了 刚才吃了两个十的架 喝了点水 好多了 以后可不等这么猛 还得慢慢起 现在天马上就要黑了 我们俩到宁前还有三十多公里 天黑都不一定能赶到 刚才穷那休息的时间太长了 刚起上还有点冷了 我们应该是从这过去 有一条路 但是现在这条路修了 我们过不去了 得绕路 我们俩还得从这个村穿过去 终于找到路了 从这条路走 到前面就能上到正路了 这些鸭子是冬棉的嘛 一个个儿得把头缩到后背去 就不动了 这是我们俩第二次走土路了 太颠了 又纠结了 底下有一条路 上面有一条路 不知道从哪条路了 又走错了 应该走底下那条过河 然后从前面走 走到前面再绕过来 终于绕过来上主路了 但是天也差不多黑了 到铁锁关镇的 但是现在天也都黑下来了 我们俩现在距宁前还有20公里 挺纠结的 要不要往前走 现在天已经黑了 正好这儿呢 有一家住宿的 我们俩就来他家住一宿 不往前走了 我们俩就来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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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就来到这里了